今天给福建敏青县 梅西派叔叔打了八通电话 说他们在2000年就把我搞成乙婚 我没有接过婚 要求把我的乙婚改成未婚 对方的态度极为恶劣 并一直叫我回去 我说你们真是为人民服务的话 这电话上也能搞好 我指望他们办好后 再把我分布出来给我寄来 这希望对这群疯狗来说 自然是绝不可能的事 我说你们不解决 我只能上公安部去解决了 对方说你去吧 估计他们有着通天的犒伤 毕竟这些人可视力的 可懂得见分使多 我当然知道这些人就是这副嘴脸 但我这么做的意义就是投实问路 是试探 估计我这事就是王小红搞的 谋杀我妈和环巧明等人 他极可能都参与了 甚至是骨干 把我搞成已婚 自然是小case 上公安部能解决吗 当然是有着深深的疑问 因为王小红是副部长 他跟习家有不同寻常的关系 所以要不要上公安部 我肯定又得摇卦来决定啊 中国吧 有一个帖已经被删了 叫做 标题叫做出售覆口本 喜欢的出嫁 中国吧 这个帖当然是中共福建帮 已派到我第一家的黑社会的名义发的 我出生的时候 即使我是公昊的私生女 自然肯定是有覆口的 因为那是毛的时代 他们之所以认为我得以为这覆口 付出这个极大的代价 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是习的天下 毛新女都能被弄死 整我自然是小事 关于我妈的死和毛新女的死 有着在某些方面相同的情形 毛新女这一次真的是死的话 能不能自然想到的是被习近平谋杀 我是公昊的私生女的话 而我妈那样是自然能不能 也能认同是被公昊老婆及其背后的私底谋杀 所以对他们来说 论证公昊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变得顶重要的 但人家现在长得生傻余多的权利 公昊是不是我亲生父亲的论证 可能已是可有可无了 今天窗外又冒出什么感恩的心的屁哥 这些不要脸的心黑的屈子可数的 人们唱的歌可好听的 毛新女确实的意思 毕竟她虽然作为废物而存在 但毕竟没有做太多的恶 没有以权谋师借白手套而拥有巨大的财富 女人方面玩的也有限 要抓她的把柄有点难 并且作为表面的毛孙子 作为毛左对习的权利 仍然有威胁 所以只能让他死吧 今年戊戌年这个秉承越可好看 比如这个毛新女的死 我之所以又提出改已婚的事 甚至要动到中央这一层面 也是因为这是秉承越有好戏看 秉承越快过去了 好戏可能快结束了 今天我持有的平美股份跌停了